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获奖影视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月光男孩 探索身份的温柔之光 2.瑞士军刀男 荒诞生存的口袋百宝箱 3.王冠 王室光麾下的人性探忧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月光男孩 探索身份的温柔之光 月光男孩 Moonlight 这部电影可不是讲述一个男孩 在月光下检贝壳的浪漫故事 而是一部深刻探讨自我身份 性取向和成长环境的影片 他以其独特的叙事手法和视觉美学 在2016年的奥斯卡上大放异彩 甚至在最佳影片的颁奖环节上 演了一出记错名字的乌龙戏马 让他的名字更是家喻户晓 电影分为三个章节 分别以主角Karen的童年 少年和成年时期为背景 描绘了他在迈阿密贫困 充满毒品和暴力的社区中正扎求生的故事 Karen的人生 就像是一场没有彩排的戏剧 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挑战和角色 但核心问题始终围绕住 他的性取向和身份认同 在这部电影中 月光不仅仅是夜晚的照明工具 它更像是一种温柔的力量 照亮了Karen内心深处的秘密和渴望 月光下 他可以是真正的自己 不必担心被判断或嘲笑 这种隐喻的使用 让《月光男孩》不只是一部电影 它更像是一首诗 一首关于成长和自我接纳的诗 而幽默的部分 嗯 如果你是指电影中的幽默 那可能要仔细寻找了 毕竟 Karen的故事并不轻松 但这并不意味着电影完全没有幽默感 比如 Karen的提身名字黑 Black 这不仅是对他肤色的描述 也是对他内心世界的隐喻 而这个名字在英文中还有酷的意思 这不禁让人想起那句老话 Once you go black You never go back 一旦你选择了黑 你就再也回不去了 总之 《月光男孩》是一部值得细细品味的电影 它用温柔的光芒 照亮了人性的复杂和美丽 提醒我们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即使这故事 有时候需要在月光下才能讲述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瑞士军刀男》 荒诞生存的口袋白宝箱 各位亲爱的学生和生存技能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部荒诞之极 却又意外地触动人心的电影 《瑞士军刀男》 Swiss Army Man 这部电影 就像是你在荒岛上发现的一把瑞士军刀 多功能到让人哭笑不得 却又在绝望中找到了希望 首先 让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部电影的基本情节 《瑞士军刀男》 讲述了一名名叫汉克的男子 由保罗 达诺饰演 在荒岛上绝望之极 准备自我的断食 意外发现了一具尸体 由丹尼尔 雷德克里夫饰演 这具尸体不仅会放屁 还具有各种奇妙的功能 比如 荡水壶 火箭 甚至是爱情教练 汉克利用这具尸体的多功能 开始了一段荒诞的求生之旅 这部电影的荒诞 不仅仅在于尸体的多功能性 更在于他对人性的深刻探讨 尸体代表了汉克内心深处的渴望和孤独 而他与尸体之间的互动 则反映了人类对于社交和认同的需求 这部电影用一种极端的方式 展示了人类在绝境中的求生意志 和对于人际关系的渴望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这部电影的幽默之处 首先 尸体放屁这件事 虽然听起来不太雅观 但在电影中 却被处理的 既自然又有趣 它不仅是一种生理现象的展现 更是一种生命力的象征 当你看到汉克其住方批的尸体 在海上集星时 那种荒谬的画面 不禁让人灰心一笑 此外 电影中对于瑞士军刀的隐喻 也是非常巧妙 瑞士军刀 以其多功能性闻名 而尸体在电影中的角色 正如同一把为汉克解决各种问题的瑞士军刀 这不仅是对物品的巧妙利用 更是对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一种赞颂 总之 虽然瑞士军刀男 这部电影在表面上看起来荒诞不惊 但它却以一种独特的方式 探讨了人性和生存的深刻主题 它告诉我们 即使在最绝望的情况下 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也能成为我们最降大的生存工具 所以 下次当你觉得自己陷入了困境 不妨想想 瑞士军刀男 也许你的口袋里 就藏住一个出气至盛的白宝箱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王冠 王室光辉下的人性探忧 王冠 The Crown 这部Netflix的热门剧集 可不仅仅是一部简单的电视节目 它是一部精心编织的 将英国王室的华丽锦衣 与人性的复杂纠葛巧妙结合的历史剧 这部剧集就像是一本活生生的历史教科书 只不过这本书的夜边被茶水泡过 留下了些许的八卦的香气 首先 我们的说说这部剧的制作水准 制作团队对细节的执着 简直可以和女王的帽子收藏相媲美 从宏伟的白金汉宫到女王的经典手提包 每一个细节都被精心在线 让观众仿佛能够透过荧幕 嗅到那股古老皮革和波兰水的混合香味 而演员们的表现 哦 那简直是皇室版的奥斯卡颁奖典礼 从克莱尔福一的年轻伊丽莎白尔士到奥利维亚 克尔曼的成熟女王 每一位演员都将他们的角色 诠释得淋漓尽致 让人不禁怀疑他们是不是通过某种秘密时光机 从过去召唤来的 但 王冠最吸引人的地方 莫过于他对人性的深刻探讨 在王室的光辉背后 这些看似高高在上的人物 也有助自己的烦恼和挣扎 剧中的伊丽莎白 二世不仅是一位女王 她也是一位妻子 母亲 姐姐和女儿 她的每一次决策都不仅仅影响住 一个国家的命运 同时也牵动住她个人的情感世界 而且 这部剧集还不时地提醒我们 即使是皇室成员 也无法免疫于时代的变迁 从戴安娜王妃的悲剧 到查尔斯王子的爱情困境 这些故事让我们看到 即使是生活在金鱼缸里的 王子和公主 也有助自己的梦想和挑战 总之 王冠就像是一场穿越时空的 皇室版心理学讲座 既有历史的厚重感 又不乏现代剧情的曲折 它让我们一边 啜引住下午茶 一边窥探那些 带住王冠的人们的秘密 毕竟 谁不爱好一点皇室的八卦呢 只是别忘了 即使是女王 也有穿错鞋子的时候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这些电影和剧集 都有着独特的魅力 每一步都以不同的方式 触动了观众的心弦 月光男孩 通过温柔的光芒 照亮了自我身份和性取向的探讨 让我们看到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瑞士君刀男 以荒诞的方式 探讨了人性和生存的主题 提醒我们 即使在绝境中 想象力和创造力 也能成为我们的生存工具 而王冠 则以华丽的皇室背景 深入探讨了人性的复杂性 让我们看到皇室成员 也有着自己的困惑和挑战 在我看来 这些作品的共同之处在于 它们都以一种真实而细腻的方式 呈现了人性的复杂性 它们不仅仅是娱乐 更是一种触动人心的艺术形式 让我们思考和反思 自己的生活和价值观 这些作品让我们看到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故事 每个故事都值得被聆听和理解 那么 亲爱的观众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对这些作品的观点是什么 你有什么问题想要提出 或是想要和我分享吗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些精彩的作品 一起享受艺术的力量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